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香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紐西蘭的《易德台仰》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香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精香煲》和《三台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大家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美國總統大選過了 我們都做了幾節說說川普那邊的事情 這一節就要說說贏家說完就說輸家了 很好看的 我曾經看過《日本甲子園》那些比賽 永遠會走到輸家看,看輸家的人哭得多痛苦 很壞 那些傳媒很壞 我現在有這種感覺 看他輸得多慘 敗選以來 拜登和賀錦麗出來了 說完大場面 賀錦麗也收了 大家認了壞兒子,輸了輸了之後 好像還沒有同過框 還沒有在電視框見過他們 在昨天月十一 中國的雙十一就是江棍節買東西 我們這邊的雙十一就是所謂 Rememberance Day 退伍軍人紀念日 兩位敗選的總統 拜登和賀錦麗 我相信應該是美國第一次 兩個總統候選人一起同框 都是敗的 真的慘 去退伍軍人紀念日 去亞靈頓公務獻花 這次是拜登最後一次以美軍總司令的身份 露天柏發表講話 都是講禮牌 多謝你們的服務 保護你們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榮幸 就好像你們一代有一代 保護我們一樣 就跟軍人講 軍人家屬講 他說你們是偉大的戰鬥力量 絕對不是誇張 你們是世界歷史上最優秀的 那麼厲害 軍事部 美國是打過很多仗的 對 他站出來的時候 就跟賀錦麗在他後面 又變回妹仔 兩個都神情縮目 去獻花 看起來好像沒事 政客政棍 怎樣都要做一下 樣子沒事 但是內裡真是十分之髒骯髒 有一句話叫什麼 大難臨頭各自非 樹倒就胡宣散 就是這些事情 是發生什麼一回事 一直有個傳說 其實就是拜登被賀錦麗 以及奧巴馬團隊逼供 經常在那裡傳 我其實不是那麼相信 因為拜登真的做得不好 所以民主黨裡面的人憤怒他 我是理解的 真的很可怕 拜登在跟特朗普辯論的時候的表現 是很恐怖 這件事是真的 連佩洛西都是這樣說 說他不行 基本上是 迫到拜登賣場角 如果留意一下 為什麼拜登不肯讓賀錦麗上 可能他真的覺得賀錦麗不行 現在看到的情況也很不幸 但是現在到這個地步 讓拜登好好的下去 以總統之為樂就算了 但是賀錦麗竟然有點遲 賀錦麗他自己不會出聲 竟然他有一個前發言人 走出來說 語出驚人 說拜登你都輸了 你應該要請辭 讓賀錦麗上 第47任總統 做首位女總統 這樣說 有什麼意思才行 這麼短時間 讓賀錦麗坐一會 然後又離開 做什麼事 究竟為什麼要這樣 現在賀錦麗的前發言人 叫做 Jermaine Simon 西蒙女士 西蒙斯女士 就在CNN的節目說 拜登無疑是一位傑出的總統 都已經實現了很多承諾 現在還有一項承諾可以兌現的 就是做過度角色 未來30天 只要辭去總統的職務 賀錦麗就成為 第一任女性總統 是不是 有什麼意思 你就這樣坐一坐 一個月 越嵐鬆一點的時間 做來有什麼意義 就叫做 美國有個女性總統就是這樣 如果是為做而做 就是 是不是 他就說 這樣就可以主導新聞的議題 民主黨人就要學一下 增加稀劇性和透明度 在公眾面前展現 達成大家 心中了 意思就是 我們要改變民主黨的運作方式 即是經常說 民主黨黑箱作業 是不是 嗯 美國就會出現 首位女總統 下一個女性參選人 就不會背負著首個女總統的重擔 又可以打亂 川普 四十五任 四十七任的周邊商品計劃 是不是 拜登怎麼都應該辭職 讓賀錦麗成為第一位女總統 這樣也可以 不是吧 另一位女總統更加輕鬆 這些肯定是女權分子 屋粉 那些人 救命啊 現在 更加應該 基本上是被人橫掃的 共和黨全面執政的時候 這一班人是不識大體 是應該要團結 你輸的時候更加應該團結 但是不是 這班胡群狗黨 基本上是認為 我們這一群人不是民主黨人 我們這一群人是自己 自己一個小圈圈大於民主黨的港大期望 很明顯的 如果共和黨 經常留意一下這一次選舉 共和黨有一個傳統派叫撤離派 是不是 還有一個侵派 很多人是指責共和黨 包庇了特朗 被特朗 奪歇 是否用這句話 奪歇 現在就不像是奪歇 現在是領導共和黨 是他領導共和黨 特朗 才是主流 初次不是的 初次不是的 但是他們最開始 很多人是說 給特朗 吃了他 寄生吃了他 其實現在民主黨都有這個趨勢 但是這班人基本上是胡群狗黨 他們根本是 他們是恃自己 他們現在表現出來是很噁心 絕對是噁心 我覺得他們不是輸不起 他們現在是要把敗選擇全部放在拜登上 不是他們的錯 不是我們 是贏得回來的 拜登是幫你贏了整屆政府回來的 不過現在就有來有不少聲音就說 拜登就退選退得遲 拖到很後才肯退選 所以現在就不少人出來罵 拜登是他自私 可以倒轉說 是你何錦麗上不了台面 所以我不會給你 我可以倒轉說 這個世界各樣東西都可以倒轉說 其實政治上的東西 政治上的東西 數學上的東西 就一定是對 一定是錯 科學上科學家壽 有人尊敬是因為數字 是不會說大陸 但是政治上這些東西 是可以倒轉說 其實這班人 當初拜登上來 這班人認為 應該說由奧巴馬開始 已經在那裡瘋做寄生獸 慢慢慢慢他們以為 民主黨沒有了 我們這班人 他們根本做不到 現在他們想反核為主 他們認為 這班騎尼怪 用這三個字去形容 這班騎尼怪 其實才是民主黨敗選的主要原因 因為民主黨 一向都是講勞工階層的東西 講民生上貧富大眾的東西 但是看看由奧巴馬當政 這班人是認為 我們終於上位了 民主黨對我們歡和了 我們才是民主黨的主流 貼在權貴那裡 不停蠶食 基本傳統的價值 燒到全世界 大家看看這個奧運會發生什麼事 台灣人是要很貼在美國 他們聞到美國那種脫 是喜歡這些東西 於是就捧一個 大家留意一下什麼彩虹活動 看看岑子傑、拜登飛過去 穿著一套衣服走來走去 他坐在家 真是很噁心的 大佬 我也不明白 不知道 是民主黨力推這些覺醒文化的 他們認為自己有叢龍之功 即是說壞些 生嬌 力推這些東西聚在一群人 而忽視了真正受苦的人民 因為經濟環境 說來說去 這次結果川普出來 是不停地跟別人說的 其實是重複當年克林頓勝選的絕對一句說話 It's all economy stupid 是一模一樣的 經濟問題 但是現在這群人輸了 竟然說要將一個為你一個總統 要他逼退 向你為了你們心目中的 叫什麼 理想 就是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第一任的女總統 這才是我們的理想 很噁心 是不重要的 這樣說 神經 什麼理想 你就是為了 實現這個理想 特地讓他坐一個月 過一下總統人 總統這個職位 不是很兒戲 他認為這個女人認為這樣可以團結到民主黨 不是的 你是團結不到民主黨的 民主黨裏面有很多人 其實都是很保守的 你看阿拉伯裔的人 中國的華人 當然他們認為我們這群人是先進的 因為我們裏面 我這陣子看了很多共和黨 保守派那邊的片 他們故意剪了最奇奇怪的那群人 放上youtube給人看 還要是短片放上youtube放上tiktok 每一個奇奇怪怪是很可怕的 找一個黏肥的男人 剪了半邊頭髮 染成紫色 也就是跟別人說 我是一個女人 那些核鬼特的東西 一個正常的人怎能容忍這些東西 然後有一個女人 又是穿得奇奇怪的 肥婆 我不是歧視肥和瘦 我自己本身也挺肥的 然後不停地跟別人說 我有這張Degree 那張Degree 你跟他爭論他突然間尖叫 說話 他爭論你 引擎你 簡直是踩到你好像不是人 你好像野獸那樣的人 跟我說我不是人 你不是呀 我意思不是說他的衣著 而是你的動作行為 跟你平心正氣說話突然叫人 嘩好恐怖 怎能跟你共事 怎能把國家交付給這群人 而這群人現在竟然是要把總統體面 現在應該要給拜登體面下來 因為拜登是一個國家的總統 雖然可能有些人說 為何我這麼著緊美國的總統 是一個國家的尊嚴 美國無疑是一個最強的國家 你這樣去對待一個總統 你提得出 你都很無恥 而賀錦麗是他的下屬 亦都很失敗 亦都是失敗了 所以有些人說 賀錦麗逼供拜登 其實我覺得不是 而是有些奇妙怪想做這些事 其實 我們這裡杜魯多也試過 先那段時間我們說過 杜魯多被人逼供 有30個人逼供他 而打第一槍的 亦都是 在尿番寧 有一個專門搞這些組織 LGBTQ組織 那些地方分會的主席 在報紙說 如果是我 杜魯多應該就好像美國一樣退下來 被一個女人上 做總理 暗指方惠蘭 方惠蘭是沒有發聲的 神經病 方惠蘭在那30個國權 走出來之後 大大聲說 絕對支持 杜魯多 我們的國權都是支持杜魯多 結果杜魯多到現在都在撐住 所以現在 要搞分化 這群人其實是想搞分化 然後又從龍之公說給人聽 我很厲害 在胡假虎威 這群奇妙怪 跟中國古代的大監 閹人 閹黨 是沒有分別的 很像 閹人 腦子也是 古靈正確 只是有自己的私利 那麼多覺醒文化 其實換句話說 是一群閹人 老實說 不要說我過得壞 我不是歧視覺醒文化 但是當你任何的東西走了極端 是很難令人接受的 而這群人是毫無intiquity 對於國家 他認為他們自己的思想 是高於這個國家的利益 現在民主黨既然失敗了 是更加需要團結 而他們弄得雞毛壓迫 新近 有人把民主黨其中一個州 最重要的 是他們的老巢 密歇根州的選舉結果 來分析 說出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密歇根州說 在2020年 他們認為家庭收入 財政上 比上一任總統差 在2020年 大家看圖會看到 認為現在的生活比過往差 2020年只有15% 到2024年有45% 在2020年認為民主黨值得投的人 是69% 在2024年只有40% 而在2020年投阿侵的人 是沒有college degree 投阿侵的人 2020年有52% 2024年有53% 基本上是企穩的 而在投阿侵的女性方面 2020年有43% 2024年 增長到44% 而最後現在總結的結果 因為我們 阿侵的確定自己勝選的時候 密歇根州 還沒有揭票 現在出來就說 輸了超過8萬張 工會工人 黑人選民 阿拉伯裔美國人 穆斯林選民 要不就不去投票 要不就投給特朗普 或者其他人 為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 你瘋得過 你縱容那群覺醒文化 佔了主導聲音 他們想盡量拿一些共和黨人 不拿的票 但是你重視了他們 你騙不住他們 他們以為自己真的大了 他們以為 有個美國女人做總統 有個女人做美國總統 這個沒試過的 我們捧他 甚至都不停地傳一些信息 就說 拜登不行 很多時候 我相信 由一下 賀錦麗 從頭到尾 未出過一句聲音 甚至說 多謝拜登信任 多謝拜登信任 有時候很多事情 不是上層那兩個人想這樣做 而是下層那些 狐群狗黨 想煽動 但是當你一個 一般的選民 看到賀錦麗出來 他好像是否真的反骨 共和黨一直在宣揚 而賀錦麗又不敢出聲 賀錦麗是要跟拜登切割 這件事是真的 因為拜登真的不行 但是到底在總統大選之前 這個風是否已經傳出 其實每一次傳 賀錦麗應該要出聲 站在拜登旁邊 說我是絕對支持拜登 我是絕對支持拜登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留意一下 其實有 看看我們這裡說 方為難 是說的 我絕對多謝 這真的是 賀錦麗好像也有點疑心 不是說拜登本人疑心 拜登沒有疑心 賀錦麗有疑心 他想離開 可能兩個都沒有 但是決定的是選民 旁邊的人覺得你是有問題 大家不想站在一起 互相猜忌 旁邊的人 是旁邊的人想有叢龍之功的人 有點像明英宗 土木寶之變 結果被太上皇 被太上皇 被關在宫內 南宫 然後有一群狐群狗黨跑出來 趁弟弟快生死 把太上皇拿出來 然後說自己從龍之功 把持朝政 那些壞事 是一樣的 這群狐群狗黨 還在亂搞 其實就應該清除他 至少你做大佬的 當然要押著狐群狗黨 應該要清除那群狗 押著他 讓他們亂說話 而根據那些人說 密歇根州的情況 反映出民主黨的最大問題 就是所謂的社區領袖 選民都說 政治專家都說 有識人種 打工仔 勞工 藍領 移民 全部都走到特朗普那裡 為什麼 因為你基本上是忽視了最基本的問題 住房食品 即是通脹 食都沒得吃 沒有人理 經濟問題 阿拉伯的選民 看到你不停地去幫 打以色列已經調戲不順 傳統黑人 等等 而基本上 其實就不怪得 拜登的大勢是這樣的 拜登還在撿 說壞點 還在撿 撿撿冷灘子 你控制通脹 你就要高息 高息就會令到 商業活動 搞不定 兩邊這樣來 基本上是夾包的 其實歷任的 都是這樣的 好像老布殊年代 都是經濟衰退 結果就給 克林頓一句 Stupid He is about economy Stupid 就打倒了 老布殊是差嗎 老布殊不差的 小布殊是賤人 都是因為經濟問題 壞的 現在輪到拜登面對經濟問題 他做得就做了 當然 很多人罵他 我都認為他是有些失著的 就是縱容這些 公關上你縱容 胡群狗黨 縱容得太厲害了 搶了一支麥克風 那些人就不停地宣揚 這件事 就令到 很多人認為 你民主黨根本 忽視了我們 民主黨的麥克風 被這些人拿了裝 他們不停地說他們的事 而忽視了拜登 他們在經濟上的努力 就出了事 並且現在很多政治分析師說 即使賀錦麗去了密茲根州11次 拘捕奧巴馬 那些人都出來幫忙 但他們只懂得看民調 而不去看落區看 真正當地在前線基層人民的聲音 不停地看著 民調好民調好 以為自己坐定粒鹿 就像希拉莉 結果出了事 是的 那時候很多傳統媒體 所有民調都說是 賀錦麗稍勝一籌 連我自己都看到 15、16 因為我一開始就已經 我最先就看推特 就是XA 我看Elon Musk的分享 就說 特朗普在Polymarket 的一個賭盤上 他的勝算是超高的 那時候已經超高 我看到的時候 但是呢 再相比一些傳統媒體 一個一個的民調 都是說賀錦麗好些 我也是有一刻懷疑 好像 為何撐這麼遠呢 只是Elon Musk 只是在推特上 才說特朗普必勝 所以我就覺得 民調現在 是不是真的 自欺欺人去到一個 全部都錯了 到最後我們看到 結果 這些傳統媒體所出的民調 全部都錯了 是錯得很離譜 民調 是輸了 民調的公信力 沒有了 媒體的公信力 也沒有了 因為那些人是不相信你 這一次 其實最大的輸家 不單止民主黨 輸媒體 是輸傳統媒體 然後 他們看回 其實特朗普在最後幾個月 他做了些什麼呢 他就找了 不停的 送Email 和郵件 那些Flyer 不停的說 特朗普會是一個和平的總統 會結束中東和烏克蘭的戰爭 那他怎樣指責 賀錦麗呢 大家看看 我們共和黨的叛徒 切尼的女兒 就是 他父親切尼曾經發動過阿拉 阿富汗戰爭 伊拉克戰爭 而現在賀錦麗用他的女兒 也說他不會停止這個戰爭 並且 整著一輛廣告車 走來走去上面 寫著 Stop Kamara Stop the war 當他是戰爭反戰 就是攻擊 正如我們之前 台養會講一節 我們都提過 特朗普是絕對不會 貿然發動戰爭的總統 他認為戰爭是 不戰而屈人之兵 自善之賤也 我相信他是信奉這套 而在8月份的民主黨大會的時候 民主黨是去懲罰 那些 對他們的巴勒斯坦人 不讓他們參與 他們的發言人參與我們的大會 結果引發到裡面的穆斯林團體 以及一些進步派的人的不滿 領導層完全失敗 基本上背叛了他們所承諾的東西 而在黑人方面 他希望 他看到阿拉伯裔的 拉不回來 得罪了 於是走去 底特律 看看黑人 可能他要幫忙 他們的投票率 是由50% 跌到47% 有錢投票都不跌 譬如說 有一個24歲的汽車工人 叫做特勒 其實拉票拉得很辛苦 因為其實很多朋友在吵 我們對這個制度沒有信心 工作成本 生活成本不停上漲 經濟狀況不停差 我們怎麼搞呢 不能搞 而他內部的人 那些同袍 有些負責做競選的 前眾議院議員 他跟他們說 我們要努力一點 要不然不行 但是那些同袍 在那裡 贏硬了 連幫他們舉牌也懶得舉 但是他已經警告 我們每天 有吾停 有特朗普陣營 寄過來的宣傳單張 但是我們民主黨 Harris這邊是沒有的 你跟人說 大吹大雷 籌了10億 你連一張廣告信 你都不弄出來 這個最慘的就是 現在有網傳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網傳就是 選戰完了 民主黨的陣營 是欠下一批股債的 還有有些公司 做完宣傳 收不到錢的 特朗普的陣營 就發過一條帖 在Truth Social 發過帖 對於那些幫過 民主派陣營 參與競選活動的人 可以向共和黨陣營求助 即是串到你無助 串到你真是 唉 共和黨那邊有淨錢 選戰完之後有淨錢 而民主黨的陣營 是欠下一批股債 究竟這班人搞什麼 你有10億的 錢去了哪裡 喝飲飲食食嗎 當然啦 落袋 留了去哪個人 不要說是騎尼怪手上 每億自己有 例如設計Fly 判給老友 然後開張很大的帳單 就把錢拿走 做這些 對呀 但是跟你派那些 做那些印那些 現在怎麼辦呢 有一位 白人聯合汽車工人工會 我們罷工的時候 看到 Trump 去訪問一個 沒有工會的工廠 他直接向那些 沒有工會工廠的人說 我會保護你們的工作 阻止非法移民 搶大家的工作 所以這個24歲的年輕人 就說 這件事之後 我相信Trump Trump 至少肯下來跟我們說 斬釘切切 跟我們說 你會保護我們的工作 保護我們的人民 而他說 我回憶Trump 做總統的時候 我們生活比現在好 就是這麼簡單 而賀錦麗做了什麼 收到10 什麼都不做 他其實是控制不了地方那些人 地方那些人其實是 第一角 即使是 他沒有那麼深 人們聽到看到看到看到 你是逼供了拜登 你這個女人陰毒 很正常的 你不要看少普通平民 會看到 他們不出聲 但是他們看到 尤其是 會思考的 很多人傻嗎 尤其是 封存得那麼重要 而你眼見是這樣的 而最嚴重的是 賀錦麗脫節 例如特朗普 特意站下來 跟一群男人說話 表示出 好像特朗普那樣 說我去 麥當勞炸薯條 我是跟大家站在一起 而不是只說 我年輕人都打過 麥當勞工 那為什麼你現在 不可以去打麥當勞工 連這些表演你都不做 貼上一群這樣的 說我們女人 女人 女人 現在是沒有飯 女人 一直以來 我相信 叛逃 是比敵人更加可惡的 對於他們 一直支持民主黨的 工人階級來說 你是一個敵人 你是一個叛徒 出賣了 為選票 何錦麗上來 其實是為了 你們女性的主義 而不是為了 我們美國 港大民眾的利益 然後找一百 荷里活的人 以為唱兩首歌 我吵生 唱生 就可以改善我生活 是沒有可能的 選了之後 這個BBC 訪問一些投下侵職的人 其中一個是一個女人 那條片裏面的其中一個女人 就說 你找Beyonce來唱歌 她唱歌是好聽的 但是她改善不了我的生活 代表什麼 不是代表任何東西 無用的 你忘記了人民 人民就會捨棄你 脫折 脫折 我不敢說什麼 禍黨央民而已 禍黨央民 我再重申 我不是歧視他們 我是不喜歡他們這個行為 他們是以為有了權力 就可以作歸作腹的人 我是很生氣的 好吧 我們說到這裡 看看什麼時候民主黨會來一次 正正經經的 做對的事 不是那些得把口的騎乱怪 我覺得你民主黨有排執了 你民主黨有這麼多麻煩的事 還有很多人都是私心太重了 你要清除了才行 十年 通常十年是一代 奧巴馬的王朝也搞了十二年 也要十多年了 就差不多了 曼斯下來之後 我們猜到是曼斯 下屆 我估計下屆是他 暫時而已 暫時還未知他的表現如何 民主黨清理了內部 起碼也要十年 時間會證明一切 那好吧 我們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